人类和吸血鬼如果产生感情 会发生什么样的画面呢 一展跨越千年的爱情就这样悄然诞生 这是2008年的一部超冷门家作《黑种》 女主美得让人神魂颠倒 小时候又不懂欣赏 甚至还惧怕她 长大后才知道自己实在太天真了 男主九郎和她随从变亲被追杀到了深山里 摆脱了罪兵以后 看到前方有一户人家 正好天色一万 于是他们就前往求助 没想到主人竟是一个美艳的女子 叫黑蜜 九郎看到她的第一眼眼睛就奔发出了光芒 黑蜜让他们借助在这里的唯一条件 就是不准偷看她的规方 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不是条件 于是恶人喜难答应 第二天便进去城里抓药 九郎因为受伤便留在了黑蜜这里 恶人经过短暂的相处后 九郎竟对绝美的黑蜜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恶人在一颗千年古术下相拥 险些越过最后一道防线 靠到夜晚 罪兵却突然来到了这里 在房间里休息的九郎李克警觉了起来 她察觉到声音是从最里面的房间发出来的 于是大叫叫的走到了黑蜜房间门口 透过缝隙 竟然看到了黑蜜正在舔尸着一个以死之人的血液 而黑蜜也注意到了九郎 九郎被吓得连连后退 正在黑蜜想要解释的时候 她的身后突然冒出一人 一刀便砍下了黑蜜的手臂 九郎见状想要上前置之 可她的身后也出现了一个罪兵 她的背部被划伤 倒在了血泊之中 罪兵准备给黑蜜捕上一刀的时候 九郎奋定拿起了刀剑向他们发起了抵抗 但是对方忍惰势众 九郎根本没办法打赢 就等九郎以为要避命的时候 黑蜜却突然站了起来 并且残忍地杀死了所有人 他们一起逃到了深山里 黑蜜就才袒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是活了数百年的吸血鬼 一直被一个隐秘的家族追杀者 只为调查她不老不死的真相 而九郎因为失血过多 最后自己名不久意 于是让黑蜜自己先逃走 黑蜜也深深地喜欢着九郎 于是决定让九郎吸食自己的鲜血来达到永生 在进行幻血仪式后 九郎发现自己确实伤势好转了 但也因此被埋伏在周围的杀手看到 黑蜜长生不老的真相是她的血液 于是开始刺杀黑蜜 但在这时 九郎体内的血液产生反应 突然狂躁起来 竟反杀了所有追杀者 等到九郎和黑蜜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 变庆却突然出现 打算让黑蜜带着她和九郎从小路离开 但黑蜜注意到她手上的三角标志 李吉警觉了起来 正打算提醒九郎却为时意外 变庆狙起了我知道 毫无防备的九郎被砍下了头颅 原来变庆外出时 被追杀者家族的掌权者给抓住 通过洗脑 让她为自己效力 九郎并没有彻底死去 她的头颅可以长生不死 但身体因为没有得到血液的完整融合 而会衰老 所以黑蜜需要每一百年 替九郎换一次身体 可在拥有身体时的九郎 将会失去所有的记忆 唯有剩下一个头颅时才能回想起过去 一转眼千年已过 来到了现代 设计记忆的九郎游走在人间 在这个时代 能具有吸血鬼的存在 有一个叫赤地的家族 便在不断寻找吸血鬼的下落 为此他们不惜任意屠杀着人类 搭着令和挫杀一千 也就不放过一个可能 于是反对赤地家族的联盟直轮 便这样诞生 但和哥流多都是直轮的人 他们现在正在寻找一个 能够加入自己的战士 而九郎的奇异装扮 瞬间吸引了哥流多的注意 并且他身上的配件 一看就不是简单或色 接上了人都认为九郎是神经病 但哥流多相信 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目标 随后有一个小偷 也盯上了九郎的配件 为了招募九郎这样的怪材 哥流多帮助九郎拿回被偷的配件 并以此为要求 让九郎来自己秘密基地 可在这里 九郎被身后的话所吸引 可下一秒 这里家族的人就发起猛烈的攻势 瞬间包围了秘密基地 来通过远程监控 给哥流多通风报信 并其实躲进了壁画里 才躲过一节 其实在士兵离开的时候 九郎看到了士兵身上的印记 在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情况下 瞬间杀了所有的士兵 但是却不提一位 身后回顾的军官 对方轻合一举地 打败了九郎 为了治愈自己的丧事 九郎抓起附近的尸体 吸食了他们的鲜血 直接让哥流多目瞪口呆 等再次醒来的九郎 发现他躺在了一间房子里 昏迷期间 他又梦到自己和黑蜜被追杀 以及黑蜜被带走的情景 他不记得这个女人是谁 但却清楚 自己必须找到他 来想要拉拢九郎 加入自己的组织 但九郎执意要离开 在了解缘由后来告诉他 如果想要打探黑蜜的消息 就去找有蛇头疼的店铺 从那里可以联络到他 又当在街上的九郎 偶然间看到了这样的店铺 他走了进去 通过店员顺利地见到了首领 居住鱼 他希望九郎能够变强 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和持底军战斗 作为回报 他可以让他见到黑蜜 他带着九郎进入地下通道 见到当初黑蜜跌落悬崖 栽在石头上的血迹 并说黑蜜是被持底军给带走的 但是九郎记忆深入 却与居住于居住于说的完全不同 至于让九郎并未相信他说的话 为了让九郎心甘情愿地加入自己 居住于决定让哥流多 带着他去见黑蜜 但在见到黑蜜之前 必须要通过一个能看透人心的老夫 沙伦伦的测验 他是直伦的首领 年幼时曾被黑蜜教育过 可在九郎与沙伦伦刚交谈的时候 赤地军的人就找到他们的所在地 因为用来实验的人类小白鼠用完了 他们必须继续努力实验品来尝试实验 为了能够再次见到黑蜜 这次九郎拉起了剑 和哥流多他们一起参与了战斗 在九郎的帮助下 赤地军很快被消灭了 时候沙伦伦联系到而来 从他口中了解到 赤地军已经要攻进总部核心部位 于是沙伦伦当来却按下防御机制 以舍去总部的半壁江山为代价 但是这却遭到了居作鱼的反对 他执意打开所有的防御机制 自己进入了总控制式 打开里面最珍贵的黑蜜血液 注入了自己的身体 等到将领杀进来时 血液在他体内产生了反应 但是他忽略了并不是所有人 拥有了黑蜜血液都可以拥有强大的力量 他的身体难以承受黑蜜血液打压的负荷 最终暴体而亡 在一旁偷看的来发出了声音 这种军事将领发现了 幸好酒狼他们赶了过来 酒狼打爆了旁边的液化气 所产生的冲击地 让将领的原型显现出来 酒狼司机砍下了他的头颅 暂时解决了这场危机 失去总部的众人 决定前往神乐村去见黑蜜 他们来到神乐村 但是此时的村子充满了死气 他们小心翼地来到了一间房子里 走进去发现到处都是尸体 继续往前走 里面有一个村夫在墙上乱涂乱化 酒狼只是看着一眼 狼崴中便闪过了黑蜜 杀死自己的场景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冲上去抓住村夫的衣服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村夫说不出什么话来 在在抬头时 嘴巴里竟吐出了无数的藤蔓 向酒狼袭击而来 在众人的合力之下才逃了出去 正在转息的时候 赤地君的两个手下现身了 欢呼之间 一个名叫车身的乌龟怪物 让酒狼迷失在他的幻想之中 幸好有人将他重处唤醒 随便马上赶去杀人伦那边 而杀人伦则被赤地君的花月藤条 固定在了树上 藤条扎在身上已经奄奄一息了 看到酒狼赶了过来 花月为了炫耀自己 将整个事件的经过 回声回色地告诉了酒狼 酒狼怒目而是霸道相向 与花月打了起来 被制服的花月 就要被酒狼准备再补一刀的时候 因为大意 被花月藤条束缚起来 无法动弹 千军一发之际 黑蜜出现一把杀死了花月 但是他并没有和酒狼 就死在一起 只是告诉他 所有的结果在赤地城都会揭晓 说完便消失了 为了找回黑命 酒狼和众人决定计划去赤地城 那是一个城堡 只有一座吊桥与外界相连 每当里面的战车 需要在链间弩惑人类之时 打门才会打开 这也是他们唯一进去的机会 但不管怎样 他们都要去试一试 第二天 他们修正以后开始出发 在路上 他们遇到巡逻机的袭击 哥流多凭借了高超的驾驶技术 也算是有惊无限地躲了过去 但他还是腹部中将 车森也带捣乱 酒狼和哥流多分别驾驶着 摩托车和汽车 并分两路 开始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在门会合之前 酒狼利用摩托车汽油的爆炸 甩掉了车森 但他并没有死 在接近赤地城的时候 由于他们行踪的暴露 赤地城开始把吊桥重新收起来 哥流多拼上了性命冲了过去 在汽车和牛刷在地上之后 哥流多最终还是牺牲了 车森之时也追了过来 但终究没有逃过酒狼的斩杀 他们顺利地进入了赤地城 酒狼和莱来到了大厅 承主放出超声波 使酒狼和莱无法承受的力量 随着波段不断的加强 最终昏迷过去 在醒来之时 他们都被绑了起来 承主将针管插进酒狼的手臂上 吸了血液 准备注入到莱的身上时 酒狼分离挣脱了手铐 一把打落了针管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承受吸血鬼的血液 而承主恰好是 黑命血液狂热的研究者 赤地军的魔人 都是他通过特殊药剂 创造出来的 看到酒狼阻碍自己 承主彻底被激怒了 他把手臂插进了一个仪器中 仪器里面的不明液体 注入到他的手臂里 手臂轻轻暴露 身体气得不断的膨胀变大 最终成了一个怪物 从他重战里 射出了一股不明液体 尊重酒狼的眼睛 能够削弱酒狼的伤口 修复能力 趁机 他用手掌上的刀刺 插入了酒狼的脖子 导致酒狼重伤 正准备进一步进攻的时候 酒狼的耳边响起了一道提醒 原来是莱在车上 给酒狼安装的电子通信 他通过电子通信 告诉酒狼承主进攻的位置 轻松锁过了好几次 要命的进攻 被酒狼一脚踹飞的承主 倒在了莱捆盲的椅子后面 莱无法看到承主的动向 就告诉酒狼 要自己小心 而承主则确定了 是莱在背后通风报信 想要对来 图谋不轨时 捂伤了旁边的机械装置 铁铐被打开了 来扯住了下垂的电线 但是体力不知 掉进了角落机中 幸好抓住了冰岩 但承住紧逼抓住他的手 道次插进了他的身体里 这时酒狼从后面摸索着 走了过来 用铁棍 一下子窜透了他的脖子 酒狼主门抱着来离开时 却遇到了黑命座的 替身实验品 他毁坏了大楼的建筑机关 整道大楼都开始晃动 最终自作自受 摔了下去 而酒狼转身 走上了大楼的深处 一座古老的宫殿 在那里 遇见了一个 戴着红色面具的怪人 酒狼一路杀了进去 一阵次在了面具人的脸上 血液 躺进了旁边的血池中 就在这时 整多大楼的血液 开始沸腾 整个大楼被淹没在了 血水之中 酒狼也发现 更深处有一个木屋 正是当初酒狼 初次遇见 黑命的房子 里面 年老便亲和说了 自己从初次见面 就爱慕着黑命 因为嫉妒 他投靠了敌人 才会砍了酒狼的头 想取而代之 当时便亲感到 在误打误状之中 吞下了酒狼的血液 所以一直生存至今 而他也是势力军的 真正首领 这些话 被酒狼全部听到 酒狼提出了和便亲决斗 毫无疑问 酒狼胜利 就要他马上会得到 自己想要的答案时 黑命 却砍下了酒狼的头 这一刻 他的记忆全部回复 然而酒狼 却重新 踏入了轮回 依旧从森林里醒来 再次来到城市街头 老爱里 全都是那 妩媚的性感女人 黑命 她是谁 她在哪 我 得去找她了 一段全新的追寻 继续 再上演 故事 结束 这绝对是一个 浪漫血腥 且迷幻诡异的 爱情故事 或许很多人 还听了云里雾里 其实 这不过就是一场 无限轮回 且没有开头 没有结局的故事 两人从联仓 战国 到昭和 最后来到近代 这是一场时间旅行 而九郎能够想起 黑命的时刻 就在头颅与身体 分开的时候 每次信了身体 与手机 拼接后 她将失去 所有的记忆 但黑命却给了她 指引 与自己重新相遇的机会 与其说九郎 在寻找黑命 倒不如说黑命 也在追逐九郎 这是其中一个理解 至此不渝的 吸血鬼的验情 但有人认为 这是黑命的 恶劣游戏 九郎受她眷顾 对于不死的她来说 她不允许九郎死去 所以她会出现着 无限轮回的场景 她要让九郎 永远陪她活下去 以追寻为乐 结果也不能看出九郎 也以追寻为生命的动力 黑命无尽的生命 有了希望 九郎的追寻 有了结果 我知道很多人 都跟我一样 会有诸多问题 黑命为什么不来寻找九郎 黑命在九郎离开的时候 做了什么 有很多问题 没有给出答案 但恰恰是没有答案 才能有诸多理解而猜测 才会有置之不渝的 爱情一说 让这些余问 全都给出答案的话 或许这只不过就是一个 普通的传说故事罢了 而整个动漫剧情紧凑 只给观众讲述了 其中一个轮回 原作漫画是一次又一次的砍头 可在动漫 是只有结尾的一次 这让你所有的疑问 都会得不到答案 于是 你只能像我一样去选择 你自己愿意 相信的结局 一次又一次的追寻 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超越 任何人的爱